Let's go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完全不知道 这一次绝对没有错了 这是最好吃的一个 在上一期的许州Vlog里面有评论说 我们的夜市其实去错地方了 不应该是富国街 而是名副园夜市 那现在正好是五一节 估计今天晚上会很热闹 所以大家如果五一节 没有其他出行计划的话 就和我们一起吧 这次五一 由于我们出行计划定的太晚 等买票的时候才发现 已经全部受空 所以这次我们不如就地取景 当然倒霉蛋出行 怎么会一帆风顺呢 逼管了 等一等 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 那还会开吗 今天关门 4月18号开始关了 不知道 没有说了 没关系 我们跟这个壁馆的城下城博物馆打个坎吧 要不然说我聪明呢 幸亏我们在二月底来了一次 历史上 银江和泛滥被掩埋的古城很多 但毁后重建 使上下城可以巧妙地重合为徐州独有 1624年 黄河在葵山滴绝口 城中水深四米 三年放退 或在原址重建新城 从而形成了徐州古城城上城的奇特景象 这真的是一座1500年前的城市 虽然整个博物馆地方不是非常大 但是看到古人生活的街道时 依然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度 我们现在在一个小区叫做省市小区 那它也是徐州这边的一个网红小区 这里面有很多装修特别可爱 特别好看的小店有咖啡店什么的 所以我们准备去转一转看看 有没有好喝的咖啡 这边没有好喝的咖啡店 这个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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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有个姐妹她说她有看过我的视频 好开心 然后她在市中心这摆摊 但是刚才她那块人特别多 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再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适合我的东西 我们买了两个就好了 OK 这一次我们应该来对了吧 这个肯定就是名副园夜市 五一这天人聚与多 一些摊位呢有小马扎和桌子 每天下午四五点出摊到晚上十一点多 有位置吗 既然有人出门随身带这个睡眠堂 OK 所以你们看老年人 老年人的作息 八点钟我们就已经开始吃退飞食了 大概九点钟左右到家洗个澡 Ready to sleep